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表示 已经通知台湾的代表律师安排自首 一直有协助他的姓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铭说 期望在今个月内成行 陈同佳在台湾华尔杀女朋友潘晓荣触发反周历风波 陈同佳因为在香港导用死者的银行卡提款 洗黑钱罪承判监 去年10月出狱之后 多次透过姓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铭说 愿意回台湾自首 至今近一年仍然未成事 但事情有新发展 潘爸爸 潘妈妈 你们好 我是陈同佳 我再次为晓荣的事情 请向你们道歉 我回台湾的想法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我会请我的律师安排回台湾自首的事情 请你们放心 他透过管浩铭发放这段23秒的录音 管浩铭也说 陈同佳感谢潘晓荣的妈妈 愿意为他求情 给他一个改过自身的机会 他说陈同佳自首期望今个月内成行 台湾的律师将会在下个星期一 带同陈同佳的授权书作自首安排 他了解陈同佳和父母星期三和管浩铭会面 陈同佳一直打算自首 他希望面对面 和台湾律师了解涉及自首有关的问题 但因为疫情出现阻滞 当他知道潘晓荣妈妈认为他应该尽快自首 就决定今个月起程 陈同佳涉嫌在2018年2月 在台湾杀害潘晓荣 回到香港之后被拘捕 他曾经在警戒下承认杀人 不过香港台湾无疑交逃犯协议 未能够检控或者将陈同佳引渡去到台湾 最后他因为盗用潘晓荣的钱 被判监29个月 出狱之后一直受警方保护 住在警方提供的安全屋 现在唯一可以帮到的女儿 就是帮他讨回公道 寻冤得雪 早日安息 潘晓荣妈妈多次透过传媒 促请陈同佳尽快自首 最近一次是上星期 本港保安局去年建议 修订逃犯条例 容许移交逃犯 这个计划触发之后 多次大认游行示威 政府之后宣布撤回逃犯条例 不过乱局持续 更加引发中央要为香港制定港区国安法 武士电视机者刘秦玉报道 在台湾 陆委会重申刑事警察局 已经和香港警方建立单一联系窗口 如果陈同佳确定要到台湾面对司法 随时可以透过窗口联络 一起依法办理 又说案件关键在于陈同佳真实的投案意愿 以及港府的责任感 据了解陈同佳抵达台湾之后 警方会先确认他的身份 然后再将他押到负责案件的士林地检柱 消息说本港新增大约8宗新冠肺炎确诊 口罩令、限聚令和食肆每台人数上限 今天开始延长7天 但宗教聚会和对制运动都放宽参与人数 维远篮球场一早就有不少人来打篮球 旁边的硬地足球场有市民神运和跑步 湾仔的收盾球场同样热闹 全部老友出回来 我们差不多半年没见了 今早几点就来 开锤就来 兴奋一下 可以打回球 在户外场地运动期间 可以豁免戴口罩 但有市民表示会继续戴保障自己 也有人在休息期间 没有戴口罩就聊天 除了踢球 也有人踢演 不过根据规定 除了进行对制运动之外 每个小组不能超过四个人 也要有足够的距离或有效分 而进行对制比赛或训练时 球员的人数和裁判人数 不能超出比赛的规例 观众席就继续暂停开放 另外 教堂寺庙等举行宗教聚会的人数 也获得放宽 达到可容纳的一半 中区性药室堂恢复举行微杀 但不能提供食品或饮品 有需要的宗教仪式除外 无线电视记者鲍文山报导 今天也是国庆年同中秋节 长假期的第二日 不少市民去到尼岛玩 其中不少人选择去到长洲 中午的长洲大街逼满人 街头小吃都有不少人帮衬 部分餐厅按照防疫规定 在桌和桌之间安装隔板 有食肆的负责人说 人流虽然不及往年的长假期 但生意比过去几个月好 占沙咀有酒吧涉嫌通宵营业 违反防疫规定 警方向百多个顾客 发出限聚令告票 并且拘捕酒吧六个职员 警方早上6点多 突击搜查摩地道一间酒吧 发现有150个顾客 包括17名未成年人 警方向他们发出违反限聚令 定额罚款通知书 而酒吧负责人和5个职员 介乎19至47岁 就涉嫌违反防疫规例被拘捕 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说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已向中央反映 期望不用等到香港零确诊才通关 我希望在10月能有限度通关 特区政府提出南下有限度的开放 我也是一个信息来的 据我所知 现在特首都和中央 希望能够不要等到零个案一段长时间 是否可控情况之下 作出有限度通关 因为南下也有限度 北上也有限度 北上也有限度 等到零个案再压二十多天 中间又有一两个案出现又 又从头来过 因为这样就没完没了 中国驻英大使馆说 国庆日有港独分子 在大使馆外焚烧中国国旗 提出强烈谴责 大使馆发声明说 十几个港独暴徒星期四下午 在伦敦的大使馆门前焚烧中国国旗 冲击和破坏使馆正门 并且张贴港独标语 严重威胁使馆管社人员安全 对于这种悲劣行径 表示强烈憤慨 予以严厉谴责 大使馆已经向英国警方 和外交部门提出严证交涉 要求英方迅速调查 将涉事者乘之愈法 尤敦促英方设实履行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确保中国市领馆的安全和尊严 美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 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 罕见的严重困难 但中方坚决反对新冷战和脱钩 愿意继续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星期四在当地的国庆中秋庆祝会上 透过视像支持 说目前全球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变化 他特别提到中美关系 正陷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新来自账争党服务 中国-U.S.交涉及 社会亲自账争党 制作为 中国-U.S.交涉及 不高等 现时 多的 社会 但崔天凱说中方坚决反对新冷战和脱钩 愿意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对美关系 以指增招值的精神 推动两国走上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 中美紧张关系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争拗进一步激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的联合国大会上 再次批评中国散播新冠肺炎病毒 同场发言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反对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污名化 崔天凱再次重新 中方会确保全球抗疫物资供应链稳定 并且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二报导 澳洲驻港总令市棺底被爆舍 棺底位于南区乡岛道39号 警方曾经在附近设置路障截查车轮 警方早上6点多接到保安员报案 说棺底的门窗被叫 屋里面有被搜掠的痕迹 将军澳隧道收费广场 往将军澳方向巴士转乘站启用 转乘站有25条巴士线会停站 其中两条是新线 包括九巴、98号循环线 来往将军澳工业村和牛头角 以及新巴城巴的797号特快线 来往日出康城往观塘和九龙湾商贸区 巴士转乘站有洗手间、后车上盖、座位 以及预计巴士到站时间的显示屏 至于往九龙方向的转乘站工程仍然进行 暂时未知何时启用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程 下午干燥 1点钟气温是30度 相对湿度6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 以及强烈季后风讯号生效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 紫外线指数是9 强度属于岑高 新闻报导员再会